明家屋頂被波蘭蒂颱風吹破一個大洞 工人搶在美濟颱風迎向前 用螺絲槍將一塊塊後鋼瓦牢牢鎖上 乍性趕工補修屋頂 是要趕快的加緊看看 可不可以哪裡有措施 我們把它做好 就是盡量把這種傷害降到最低這樣 波蘭蒂颱風重創高雄時 除了豪雨讓市區飽受摧殘的 就是可怕的13級強陣風 不只有騎士被一面吹來的鐵皮 擊中摔倒 就連超商也抵擋不了風勢 整片玻璃被牆風吹破 店裡一片凌亂 彷彿被轟炸過一樣 比較看看颱風時跟颱風後的樣子 莫蘭蒂時玻璃吹破砸進店內 雖然現在已經修復 但另一間超商招牌被牆風吹翻倒塌 鐵皮木材散落一地 經過一個多禮拜 現在招牌還沒架起 外牆也還是有破損 另外市區一間烤鴨店 莫蘭蒂時旁邊大樓看板 從上方被整個吹落掉下來砸毀招牌 現在倒在路上的招牌已經清理完 但天花板依舊可見破洞塌陷 店家憂心 美濟颱風 如果又帶來強風豪雨 恐怕無法抵擋 這後來整天都切開了 全部都是會落 這次還會落 莫蘭蒂帶來的強風豪雨 造成市區陸樹島招牌塌鐵皮飛 滿目瘡疑 不少高雄人想到還是餘季有存 也讓這次的房台準備各位小心 記者紀博士 這是五國鎮全家庫高雄報導